字幕 李宗盛 糟了糟了 糟了怎麼辦 我告訴你們一個悲傷的新聞 有多悲傷的新聞 我想我被人騙了 網上騙案 是 我好慘 我今早就收到連續四個電郵 就是booking.com 寄給我 這個電郵就是平時 booking.com想給訊息 就是透過這個電郵寄給我 這個電郵是一間 名古酒店傳過來的 透過booking.com 這間是我們9月來即將會去住的酒店 他就告訴我 試過過數就不成功 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叫我去 搞搞他 我真的不妨有差 整件事就是這樣 我看完之後 它是由booking.com出來的 然後就有 confirmation number 有了我的資料 預約了哪幾天 有了 我真的不妨有差 因為它很準確 很令我覺得很準確 有你的名字 有個booking number 有你的email 又是那間酒店 因為你真的和他預約過 然後我看完之後 我都沒有馬上做任何事情 因為我已經知道 其實現在網上很重要 所以我就馬上去 就去booking.com的app 我沒有在這個電郵 做任何的連結 它其實有一個連結 讓我立即進去 自己開個網絡 然後把booking.com 或者用booking.com的app 用app 真的有這個訊息 是的 那間酒店 也同樣發出那個訊息給我 就是現在曾經過過數 而不成功 你把這張卡有什麼問題 然後再確定一下 所以又是給我一條連結 我叫我booking 然後我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 好像有點真 雖然我看到這條連結 那條連結是這樣的 它前面是酒店的名字 那裡有的那號號 就是我的booking的名字 中間雖然有Buzz這個字 是Buzz 這個其實是另外一些 domain name 的尾巴 不是 .com 而是 .bus 我沒有意義它 我只是覺得有這些 Booking Reference 我進去 App 也看到它有一個訊息 於是我想應該是 因為適逢很多東西這個騙案就是這樣 它就是剛好做到一個很巧合的東西 剛好我們是九月中會去旅行 通常都是這麼長時間 那 Booking.com 就要收我錢 你就預計它會收你的錢 而它又告訴你做不到過數 於是你就覺得很真 很真 而且不如有詐 很多時候人的際遇就是這樣 剛好巧合 真是剛巧合 就是我早一個星期去日本的網站 買大阪影城的票的時候 打算用 credit card 去過數 但原來不是日本的 credit card 它是不能過數的 我試了好幾張 credit card 我的朋友試了好幾張 credit card 都是不成功的 然後我的朋友和我同一時間 都是做同一件事 後來告訴我 他說那些卡真的保安做得很好 我試了幾張不成功之後 就鎖掉了那張卡 然後我就想起這件事 然後他就說 請你24小時之外 他只有24小時給你 你很想在這個時間內去處理這件事 怎樣茅化呢 我知道的 因為今早上我們都要搞些小朋友的早餐 我看見我在做早餐的時候 他都很勤力地在那裡 通常這些模式 它都叫做自閉模式 通常我都不會搞它的 好像吃麵一樣 你吃麵的時候就會自閉模式 就不會理會外界發生什麽事 既然這樣你這麼忙 我不理會你 所以任由他自己做 誰知就是看少了眼 於是我按了幾個連結之後 他當然是一樣 叫我輸入這個 credit card 密碼 密碼資料 我就輸入了 然後他就購入了 購入了一會兒 購入了一會兒 就說你這張卡都不行 你試另一張 神推鬼弄了整個人 全部拿出來 逐張數給你 我再試一張 試一張 然後他又繼續去購入 他繼續購入 他購入了很久 然後購入很久 我開始醒了 會不會不太對勁呢 於是我在他購入的過程 我又做其他事 我立刻就在這個app 這個message 這個位置 就是酒店傳的message 我就打一些東西給他 我就說 我剛剛收到這個message 我想知道這個是不是真的 他還有一條link 給我去購入 是否真的 我發了第一次 他就給我回覆 所以他就要做這件事 在20小時之內做 然後這個message 是 automatically 出了一個auto reply 出完之後 我還繼續在購入 再試一次 又再發個message 再問他一次 跟著 同時 問的時候 他還未回答我 於是我又去考慮其他事情 於是我又去google map 找回這間酒店 找到他的網址 進去他的網址 搬網 我就看到一段東西 我看完之後 唉 舔了東西 舔了東西 因為這個網址 他這個網站 就在版面 home page 大大隻字 就是講到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很重要資訊 重要是用廣東話 即是用中文寫的 是 就是針對你 是 他就說透過booking.com 預約的顧客 有關飯店所發出 引導到可疑的網站訊息 他就說 其實這個是假的網站 大家不要按進去連結 而這個消息 其實不是剛剛今天出的 原來 其實是去年2023年 已經發生過這樣的事 咦?這麼久? 去年2023年 8月4日 又是這樣的時間 接著他就把這個訊息 放在他的home page 放到現在 我看完之後 我心裡一沉 慘了 又再去那個app 其實那個人已經很矛盾 他就去那個app 但這個時候 我還未知道 他都還未跟我說 去到那個app 然後他就突然間 有個東西回覆我 還要Dear Jimmy 現在才懂得稱呼我 之前一直都沒有稱呼我 這個是真那個 這個是真 他說 其實我們是不會 叫任何客人 給你一條link 去付錢 以上的訊息 是一個scam 請你不要 拿進去 但是我已經 中了招 這個是一個scam 是一個欺責網站 是呀 怎麼辦 然後我就 不知道怎麼辦 立即就找你 然後就死死地走 過來找我 我說我被人scam 是呀 我立即去檢查 究竟銀行 即時有沒有去過到數 我入了兩張credit card 再看看 沒有過到數 行好 於是當場 立即去找方法 我有一張卡 是香港的匯豐銀行 我那張卡 就立即去APP 發現有一個按鈕 就是立即鎖了 就不要做任何網上交易 我就立即 手震震地 立即鎖下去 鎖了這個 而另外一個就是 Combank Combank 我又去問Alan 怎樣去搞這張卡 Alan就幫我 就在APP上鎖上鎖 然後鎖上鎖上鎖 又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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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然後換了一張新卡 通知他有個鎖上鎖 然後換一張新卡 新卡 就會用郵寄方式 寄回到我們的地址 是 而當時舊那張卡 即時就要取消了 所以如果騙徒 要用那張Combank 那張卡 來想嘗試過數 就應該不行了 另外就是說 匯豐HSBC 那張 你因為鎖了 網上過數 都應該不行 但因為有個可能 我正在想一件事 為何你進入卡的時候 他要用這麼久 而不給你 為何要用這麼久 他要你等 等什麼 等他去做交易 是 即是等他在第二度 去嘗試做交易 這樣便會扣到你錢 等你不要走開 明白嗎 等他不要走開 他要嘗試在別的購物網站 用你的資料來買東西 看看是否買得到 是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購入這麼久 哦 但其實他購入了很久 在這個期間 如果他真的做了很多東西 他有機會買到東西 然後成功扣到你的錢 甚至可能他有些是 一些 offline payment 他未過到銀行的卡中心 那裡住 都未定 即可能明天你才會見到 為何是你的錢 是 是的 有的 那你現在鎖一張卡 就是這樣 糟糕 在我發現這件事 到我鎖一張卡之前 其實中間有很多時間 唉 很可憐 所以有個風險在 唉 這個真是很大的教訓 其實有時候 其實我真的發覺 真的防不到他 大哥 其實我在電郵裡 這個電郵裡 一直都是booking.com 傳給我 都是用這條東西 這條東西 說回這件事 整件事來說 其實你都頗無辜 因為 被黑的對象不是你 而是booking.com 核下這間酒店裡的帳戶 我猜整件事 整個圖案就是 這間酒店 他鎖進去booking.com 那個帳戶 被人吃了 或者不知為何分享給別人 而令到 令到 令到別人可以 可以 錄進到booking.com 就假裝這間酒店 來發這條訊息給你 或者甚至你不是第一個 因為他 錄進了booking.com 他就知道 全部的booking資料 你的人名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和你的booking 他便能夠組成一個 一樣的訊息給你 因為他已經把你的資料都貼進去 他的訊息 不用說很多 他不用跟你 把他混合和合你 因為那個訊息 已經把整個booking內容 整個booking內容 中間只要有一條 即是 即是 另一條 的連結 放進去 去調整你的資料 就可以了 所以很容易做到 而我們很難察覺 是因為 他不是盲目地 發出那條訊息 而是偷了 這間酒店 在booking.com內的帳戶 從你的角度看 booking.com沒錯 有booking reference 有我的名字 有電郵 甚至是電話號碼 和我的booking的日子 全部都很真 你真的不知道它是假的 看不出來是假的 所以連連連連結 即是 當時的人都覺得 好像有些東西 但又覺得 又不是 所有東西都這麼真 又不像 又不是 所以我就 迷迷糊地放進去 對 這種hacking的手法 就是impersonation 即是假扮了酒店的代理人 或者假扮了酒店的工作人員 去發出這個 短訊給你 其實很難猜測 很難猜測 唯一 你有機會看到的問題 就是它的酒店名 加.bus 跟著 你的reference number 這個連結 就是可疑的地方 因為這個.bus 在酒店 如果你多做一步 酒店的網站 就不會是這個 一定是.co.jp 日本是很愛國的 他們的網站 一定是.jp 封面 這件事 另外 就是 如果你再打電話 去酒店 跟他問一問 什麼事 為什麼會過不了數 我有什麼可以做到 這樣可能 就已經可以解決到 問題的大部分 所以大家 收到一些 在屋頁上 這些疑患似真的東西 收到之後 第一件事 不要讓他那24小時嚇到 其實之前說的 他騙你很多時候是貪心 現在不是貪心 而是那個騙徒是怎樣 在你的心理上 抓你 就是什麼 第一 就是貪心 第二就是驚恐 驚恐 我就是怕著 24小時之後 沒有了那個booking 那我去旅行 我住哪裡 我就在這個驚恐之下 就會迷了 就是這樣 這件事裏面 不是booking.com的出現問題 很明顯就不關他事 而是酒店去處理這些 社交帳戶的時候 他們不夠小心 是洩漏了他們的帳戶出去 那當然 有沒有東西可以做得好一點的話 有的 譬如booking.com對於這些 merchant的帳戶 他們要做一個 2-factor authentication 即是說 可能要給一個密碼 要傳送給那間酒店 去確認 這個是真的是你 而不是那麼容易 將帳戶 share 了給一些人 或者被人撤走了 而從而能夠傳送到這些訊息 好像我們 鑑定一些銀行 或者甚至乎一些 教育機構 學校的帳戶 例如Q-Pairing 你都會有一個訊息 傳送到你的電話 然後你打回這個號碼 你才能夠鑑定到 有這兩部分 有一個二部份的 即是二部的登入 其實安全性是高很多 我在這裏也呼籲一下 booking.com 或者其他網上購物的機構 都真的認真考慮 加入這個2-factor的 authentication 令到一些公眾的merchant 或者商戶 減少他們 受到這些風險 以及最慘的是 我們客人會受到損失 真的嗎 是的 真的希望大家不會 像我一樣 遇到這些不幸的事情 很不幸 以及大家能夠眉睛眼奇 打醒12分精神 每當你要牽涉一些錢銀 的時候 就真的要留心了 好了 暫時來說 你有沒有金錢上的損失 幸好 暫時啦 剛才你說了 不是 可能明天就有一條單 傳給你 你就知道 如果明天真的有一條單 你立即打電話 匯豐告訴他 喂 不是呀 我已經鎖了卡 為什麼會出現這件事 是的 唯有就是這樣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覺得 如果這條片 值得大家分享的話 請你將它分享出來 讓大家知道更多 關於網上騙案的事情 如果你有網上騙案的經驗 或者聽過別人的故事 都留言告訴我 究竟那些匪徒有多艱險 讓我們可以學多些事情 避免被人受騙 好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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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次 支持你們 別跟我 點 loc 摩 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